而面对了川经会破局 美中韩三方的关系 是否会出现巨大转变呢 东森热门节目明目张胆 资深新闻观察家张修杰 继续请来南加大美中关系学院主任杜克雷 专业分析 叫好又叫做的文经会才落幕不久 没想到美国总统川普竟然不用等到6月 在5月24日便宣布取消川经会 当中暗藏哪些玄机 资深新闻观察家张修杰点出原因 川普跟这个副总统彭斯也讲过 他们绝对不会像过去的前几任总统一样 在北朝鲜无核化这个问题上 被北朝鲜政府所耍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只要北朝鲜在契合这个问题上 所谓的分布走 那么就是等于很可能跟以前 美国前几任总统跟北朝鲜达成的核协议 是同一个性质的版本 那么这对川普来说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而面对近来中国对台湾外交方面的强烈施压 美中台三方关系 未来如何变化 南加大美中关系学院主任杜克雷也精辟分析 在中美关系之间 很大的问题总是是台湾 从建立那个关系的时候 总是有这件事情 大事情 所以这个不会变 这个不会变 但是有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事情 现在是比较 我们关于这事情 我们中美关系是比较敏感的 还有连岸关系也是比较敏感的 对 带领全美民众看懂美中台三角新势力 全新升级版明目张胆 东森新闻频道 本周五晚上11点播出 超市无线台34.5频道 晚上9点热播 敬请观众持续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参谎报道 请观众持续锁定